哈喽我是Pierce 歡迎來到今天的Blog 不知道大家覺得上一集的練車影片怎麼樣 有啦 那一天練車是很開心啦 畢竟也開到了一幕哥那台傳說中的S15 甩尾比賽車 喔 真的 打到那個序列式排檔那個感覺真的不是蓋的 我這一車應該都不會忘記那個感覺 那個 扛下去那一瞬間真的 真的比開到法拉利啊 或者是Lamborghini那種車 還要讓我 更開心 更熱血 然後其他的部分嘛 車也算平安嘛 人也平安嘛 所以也算是一個完美的一天啦 然後就在我回到家 然後開始剪那天影片的時候 因為我當時在車內 我根本沒辦法看到車外的狀態嘛 那我在剪片的時候啊 終於看到車外的那個樣子 就突然有一種感覺冒出來 你們知道嗎 就是有一種 怎麼玩了這麼久才這樣子那種感覺 之前在練車的時候 真的從來都沒有這種感覺 好啦 我必須承認 之前說去練車啊 基本上 真的就算是去玩而已 因為我一開始會玩甩尾啊 其實也不是想要 多帥或者是多厲害 或者是去撩妹什麼的 沒有 我真的就是單純很喜歡 車子在滑動 在橫移的那種感覺 所以基本上每次去練車啊 我就是在享受當下那個感覺 然後我也沒有特別去想 或者是特別去練什麼的 也因此我自己是認為啦 我自己甩尾的等級啊 大概也就是停留在 會甩而已這樣子 相信大家應該也從影片裡面有看到 對 沒錯 很重要一點就是 我怎麼甩 都沒有煙 煙這個東西 雖然不足以去評論一個人 他到底會不會甩 但是不可否認啊 煙真的是其中一項 就是一個sign 這個部分我們等一下再談沒關係 那就在我看完我自己甩的影片之後啊 我是覺得也差不多是時候來 正視這個問題了 是的 沒錯 我決定我要正視的開始 認真的來練甩尾 不再兒戲 不再只是玩而已 我要認真的來練 一來當然是因為頻道啦 因為畢竟我這個頻道 最主要就是圍繞著 甩尾這個東西嘛對不對 當然第一個我覺得聽起來有點藉口啦 那最主要是第二個 我覺得也算是給自己一個交代啦 因為不瞞各位說 其實我玩甩尾也玩了一段時間了 但是其實就像我剛剛說的 每一次練車其實大概就是在玩 我覺得玩一個東西玩這麼久了 程度也才到這裡而已的話啊 我 我覺得真的很難給自己一個交代 對 那既然要開始認真的練嘛 那總要也有個練的方向 不然說真的 不偷蒼蠅這樣子練 那也是跟之前其實沒什麼兩樣 所以今天我有準備上一次練車 我認為最好的一圈 然後我打算等一下來做回放 然後來檢討一下這樣 因為我認為每次練車應該都要這樣子 就是練完車 把當天練車的狀態啊 然後全部記錄下來 然後回到家之後做回放 然後慢慢的一個一個 去把自己的缺點找出來 我覺得這樣子才有練車的意義啦 那我覺得是剛好是一個機會啦 可以讓大家認識一下 甩尾這項運動 然後跟他的一些規則這樣子 跟他的一些評分機制嘛 因為甩尾這個東西 它其實不像單圈 你只要秒數夠快 就像馮李所說的 就算你只贏一吋都是贏 那種B速度的嘛對不對 但是甩尾也不一樣 甩尾它比較像是有點花式 就是你甩完之後會有評分機制 然後來給你這一趟做個判別 做個分數 給分的動作這樣子 那當然對甩尾有點了解的人啊 那應該都會知道 甩尾賽其實會有分 單走的部分 跟追走的部分 那就跟字面上的意思其實是一樣的 單走啊 也就是我們說的預賽 就是你一台車去甩完 他所規定的賽道 各個裁判 他會在他認為重要的地方 給你分數這樣子 那至於追走這部分啊 就比較有點像是淘汰賽 就是你在預賽的時候 所選出的那些車手 比如說16位好了 那16位就會進行 1對1的淘汰賽 就好比說16位車手嘛 那1對1批完之後 大概就會剩8位 那8個再批完就會剩4位嘛 4位再批完就是2位 那2位就是真冠亞軍 那贏的那個 就是當天甩尾賽的冠軍這樣子 對那因為 追走這部分算是比較 後面才會需要的東西 因為畢竟 你要先進得了預賽 你才會到追走賽嘛 那我現在的狀況就是 我連預賽 有可能都已經進不了 那我更遑論去談追走 所以我今天會 比較著重在於 單走的部分 對好 那單走的部分 評分點是哪些 最主要會有5個評分點 第一個就是路線 然後再來第二個 角度 第三個車速 第四個是聲浪 那第五個 當然就是你的眼亮 那路線是什麼 就像我剛剛說的 因為甩尾賽 他其實都有規定一個路線這樣子 那在路線的其中啊 他們會擺入所謂的計分點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Zone 那他在路線中擺出這些 計分點的目的就在於 你必須要 甩過那些計分點 就好比說你在這個彎 他可能會把計分點 擺得比較外面一點 那你就必須要去用屁股 或者是你的車側 什麼之類的 由車手自己去判定 然後來畫過那些計分點 假如說一段路 有5個計分點好了 然後你5個都畫過了 那當然你在路線這部分 你就會是得到滿分 對吧 那如果你5個裡面只畫到4個 那你可能在路線這部分 就會被扣一點分數這樣 那有人可能會說 啊不就是計分點嘛 你就是把它開過去 有開到就好了嘛對不對 但是我只能說 甩尾真的不是這樣子 你把5個計分點過完的狀態是 你車子要打滑 是在甩尾的狀態 所以你每個計分點 你要怎麼去連結啊 你自己都要計算好 你自己都要想好 因為你在各個彎道你所設定 你要多少的速度 你要多少的角度 甚至什麼路線 出彎要怎麼出彎 你才連接得到下一個 你才能漂亮的連接到下一個 更遑論 你第二個之後你還有第三個 所以這個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好 那再來第二個 就是我們所說的 甩尾的角度 大角度套件啊 就是甩尾車很標誌性的一個改裝嘛 也是因為這個東西而生 那角度這個東西啊 你除了你要大之外嘛 因為大就很有魄力這樣 這個是甩尾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你除了要大之外啊 你還要夠流暢 也就是說你不能一進彎 哇角度好大 但是怎麼要過積分點之後 角度開始收小了 然後可能又過了積分點之後 怎麼角度又變大了 那像這種啊 你在這個項目的分數 可能就會拿的比較低 等於是說你不流暢嘛 你等於一直在修方向盤 你一直在修正你的車身 總共一句話啦 就是要流暢 那再來第三個車速嘛 也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你能夠越快進彎 那你拿到分數當然就是越高嘛 然後當然在彎中的車速也計算在內 那再來第四個聲浪 我覺得第四個聲浪啊 跟第五個白煙 可以放在一起講啦 因為這兩個東西 其實就是在看你的油門操控的細膩度 這個概念其實有點像頭文字體裡面 高橋起介有什麼油門分十段啊 油門分五十段 油門分五一百段 那種感覺意思一樣 因為就像大家知道的 甩尾嘛 就是讓後輪持續在空轉的一個東西 那你要怎麼讓後輪持續空轉 沒錯 就是踩著油門 所以當你下油門 在收油門的時候代表什麼 代表你可能已經踩過頭了 你已經在修著你的車身了 在講求流暢度的甩尾在裡面啊 這個東西當然一定是扣分的 像他們一進彎啊 角度折出來 感覺對了 油門就下去了 而且沒有在收的 要收也是微微收一點而已 他們並不會所謂的全收 或者是怎麼樣 那這也是為什麼他們的車 都可以滾出一捲大白煙這樣 因為你要讓輪胎磨出煙 那很簡單就是你要去燒它嘛 你要讓它持續的跟地面摩擦 而且越快越好 你越快你當然煙就越大嘛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 這兩個東西 聲量跟白煙可以放在一起講 因為你只要你收油門 那你輪速可能就會降低 那你降低的話可能煙就出不來了 對所以甩尾賽這個東西 基本上都是圍繞這五個東西在計分 所以也因此這五個東西 某種程度上來說 也可以作為評判一個人 到底會不會甩的一個標準 所以現在大家應該都有基本概念了吧 對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哪天甩的影片吧 OK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現在有點抗拒看我自己甩這樣子 對那我們就先從第一個彎來開始看 對那也就是這個一號彎 也就是直線進來 起甩之後過的這一個左彎 那第一個彎這個問題點在哪裡啊 當然沒錯就是我太早起甩了 那太早起甩會造成什麼問題 也就是說我的路線可能沒辦法走很開 我沒有辦法走到外線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這邊 有沒有在這裡的時候 我的車頭基本上已經吃到很內線去了 這其實有點像是外內外了啦 但是你知道我還有二號彎要走 所以我在一號彎這個點外內外 所造成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我在一號彎出彎的時候 我車子會往外走 那我要再接近二號彎啊 我就必須要再把車子修正之後 進來 我油門才能繼續走 那修正完之後 我第二個彎又變成外內外了 因為我一修正我的速度一定會下來 那速度下來 車子一定會往裡面吃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出去了 然後這邊 又進去了 有沒有 然後也因為路線問題 而導致我的油門 沒有辦法去很果斷的去下 因為我光是要去閃貼追桶 可能就已經很忙了 那解決的方法啊 就是在起甩這個時候 我可以稍微延後一點 或者是 我可以把這個慣性再做大一點 也就是說 把車子丟得遠一點 因為我必須要在這兩個 追桶之前開始騎甩嘛 因為這個是一個騎甩點 就等於是一個賽道的起點這樣 那因為畢竟我的車子馬力比較小 所以 我應該 我下次練車的時候 我會試著把 慣性再做大一點 也就是說我可能會從 影片中的右邊 然後開始進來 進來之後 試著把車子丟遠一點 丟遠一點讓它丟到外線之後 油門再補下去 這樣子應該 就可以把這個大拳 也就是1號關跟2號關 走得漂亮一點 那我們從2號關之後 來看一下 這裡 大家有沒有聽到一個 BOO的聲音 對那個東西是因為 我的渦輪超壓 我的增壓值有超壓 瞬間超壓 它才會出現那種聲音 它等於是一時一無會去鎖嘛 就是它一偵測到超壓 欸壓力太大了 那 它點火就會鎖 然後公園也會鎖 所以才會有一種 轉速上回去 挪掉那種聲音 對那我必須承認 這個東西真的是車子的問題 雖然說我今天不太想要去 怪車子太多問題 但是這個東西 真的是車子的問題 因為這個東西是出來哪裡 也就是我的 Grady 渦控 我還沒有把它完整 調整到定位 然後我就去練車了 那這個東西會比較好解決啦 就是把渦控把它調好 基本上這樣就好了 對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對那這裡也是 我一樣 也是走得太裡面了 也就是走得太內線 所以導致我的車速根本就上不來 然後這個彎 以這樣子的路線去過啊 甚至還影響到了下一個S彎 也就是我的折升 對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這邊 因為我們折升會需要一個動力嘛 會需要一個慣性 去讓車子擺盪回來 那假如說在還沒有足夠的慣性 去做擺盪的話呢 就會變成這樣子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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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有種感覺出不去出不去那種感覺 會有種 硬拖出去的那樣子的感覺 那你看像櫻木哥他在甩啊 他們一定都是 然後 一折升就過去了 因為這樣子1來 你在單走的分數才會高 然後在2來 你在PK的時候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點 因為你越快過折升 你就越容易去追上對手 或者是越容易擺掉對手 對然後接下這個是1啊 3 就有點算是 我覺得目前還算OK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前半段的問題點會比較多 後半段這邊就應該還好 不過這邊我自己在開的時候 是有遇到一個小問題 就是我覺得我的4.1的中船 就是我二檔的急速啊 對這個場地來說 好像有一點點太高了 就是我要嘛 一定要hold在很高轉 但是我高轉的時候 我的車速因為太高嘛 而且再來就是我的車輛的底盤 沒辦法允許我再這麼高的急速下去過這個彎 那我勢必就是會把油門收掉 但是我油門一收掉的話 就轉速掉下來了嘛 那我勢必就要再彈一次離合器 讓轉速上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這邊 其實我有收了一下油門 因為我覺得真的太快了 我就會過不去 所以就變成在一個彎道中 需要太多次的修正 對那這個問題基本上 我會想辦法去克服看看 因為我其實不太想要在這個時候 去做太多車輛上的設定的更改 因為我覺得以現在車子的狀況來說 我覺得應該是OK 我會比較想要以我自己 然後去來適應這台車這樣子 當然在下一次練車的時候 搞不好我真的會覺得 我的中船可能真的太小了 因為我現在的中船是4.1的中船 也就是Sluvia原廠的中船 那其實有不少人 包括智哥 然後包括櫻木哥 然後還有幾位車友 他們都有建議我說 可以換個4.3的中船 甚至是4.5 4.6 那當然我對換中船這個東西 其實不排斥啦 不過我還是希望能再多練幾次 先把我一些其他的問題 先排除掉之後 我再來看看說 是不是中船這個東西 一定必須要換這樣子 反正那個東西其實也不難買 那個就上一倍買一買就好了 對 那今天的影片 我們可以歸納出幾個點 第一個就是我的路線 我的路線選擇非常的糟糕 可能是我自己真的有點怕吧 因為在近彎 畢竟要把車子丟出去 你外面就已經是土堆 跟一個土坡了 要是車子上去了什麼樣的 那車子有可能都會受傷 其實不只一個人這樣跟我講過 就是他們覺得我開車太溫柔了 就是再把它玩得粗辱一點這樣子 當然啦 我下次可能會這樣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如果不這樣子的話 那可能真的沒有辦法突破我現在的等級 跟現在的水平 就是試著把路線走得大全一點 對 然後再來第二個 就是我要去把我的窩控給調好 不然在彈離合器的時候 或者是你在急需要下油門 你需要動力的時候 結果它挪了一下 那個真的… 那個真的很母湯 所以我會盡快的把我的窩控把它調好 有可能就是下一部片啦 我應該明天會去調 對 然後再來第三個就是中船那個問題嘛 所以以目前的課題來講 大概就是這些 那既然我都已經決定 要來認真的練甩尾了 所以我決定我要來為期一個月的甩尾集訓 甩尾特訓這樣 雖然講是這樣講 但是因為櫻木哥那個場地 它只在周末的時候開放嘛 所以也就是說我打算連續去個四次或五次吧 因為之前其實都是去了一次就 哈哈 玩一玩 嘻哈哈的 然後就休息了一段時間 然後之後才去這樣子 那我這一次決定了 我希望能夠在這個月的每一個周末 都可以去那邊練甩尾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要把一個東西加強的不二法名 就是很持續很頻繁的練習 對 因為你們也知道 畢竟像我這種不是天才的人 沒有天生神力的人 靠著就只有後天的努力 下雨的話也算啦 但是如果下太大的話可能就沒辦法 因為這個攸關到行車安全 我可能連開到那邊都沒有辦法了 那更何況是練車 對 總之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對 那今天跟大家就分享到這邊吧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樣的影片怎麼樣 如果你們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可以在右下角幫我按個讚 然後順便幫我分享出去 當然也不要忘了 請一定要按下訂閱好嗎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囉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是Pierce 我們下次見 bye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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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